大家好,我是刘子盈 我来自霹雳脚头南华小学 我要朗读的课文是 三年级华文课本第十四单元 读故事学成语言尔道林 春秋战国时代 晋国的制伯灭掉饭食 并把饭食家中的金币、珠宝等财物洗劫一空 然而,有一口铜褐色的打钟 却留在饭食家的院子里 一天,一个小贼在饭食家附近闲逛 发现了这口大钟 他心想,这口大钟一定很贵重 得想办法偷走 然而,这口钟又大又重 根本背不动,怎么办呢 贪心的小贼想了又想 只顶用大锤子把钟敲碎 再搬回家 于是,他找来一把大锤子 拼命想装敲去 哇,一声巨响 小贼笑得拔腿就跑 好不容易停下来喘口气 他想,这样不行 这么响亮的声音 一定会把周围的人引过来 他想到一个办法 我找快步塞住耳朵 不就听不到声音了吗 小贼把耳朵塞住 再回去饭食家 拿起大锤子往那口大钟敲去 呱呱 响亮的钟声吵醒了附近的人家 没等小贼把钟敲碎 他们已经把小贼团团围住 阻止他逃走 这小贼不知道自己做了啥事 还奇怪 为什么他已经塞住耳朵了 周围的人还听到声音 后人就要言二道零 这成语比喻犯了错误 又设法掩盖 以为别人不知道 其实只是自欺欺人 谢谢大家